针对钓鱼岛事件以及这些示威 让我们来看一下微视频赵培 如何评论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国民及政府的反应 大家好 这次反日游行是有组织行为 因为日本的上海总领馆早就受到疯了 9月14号上海总领馆发出了一个通告 详细列出了9月15号上海附近城市的反日游行地点 甚至是详细的时间 这些城市包括江苏省的苏州 南京 昆山 还有上海和江西的南昌 上海总领馆是通知日本侨民在周末 尽量不要单独外出货乘车 不要用日本话交谈 总领馆的这个消息有可能是来自中共的官方 这次游行一直被网友怀疑是中共官方组织的 9月15号的晚上 日本的NHK电视台的晚金新闻说 中国有57个城市爆发骚乱 日本潮流在信在微博中说 NHK的新闻说 这次反日骚乱损失近亿元 日本人也疑惑 这是干什么呀 日本人当然疑惑了 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 中国人是砸了自己人都快变成内战了 日本人都没有什么损失 因为他们都买保险了 最后还是中国人来赔偿日本人 日本政府花了1.66亿来购买钓鱼岛 中国人一个周末就砸掉了自己大半个钓鱼岛 日本的富士电视台新闻播放了信场的视频 其中包括攻击北京的日本大使馆 攻击西安的中古楼 攻击长沙的和平堂 富士电视台说暴徒化了一镜 最后富士电视台放了一段反日民众攻击警车的频段 然后十分替中共担心说 反日游行都快变成反政府游行了 其实日本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中国所有的游行都是政府控制的 这一次政府是放宽了反日游行 为了让民众发泄多年急需的不满 一旦这种游行示威威胁到中共的统治 他们会毫不留情的扼杀掉 9月15号晚上一直鼓吹反日的中央电视台 对反日游行却一声不吭 这就是一个信号 关于领土的争端 在正常国家都是民众要求政府出面 有所作为 没有说拿自己人来撒气的 北京歌德拍卖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薛峰就说 刚才和日本工作的朋友聊天 我问有没有日本人欺负你 对方说没有 那么日本上司有没有给你小鞋穿 也说没有 那他们就没有情绪吗 对方说有 日本人他们今天去围攻了首相官邸 好 谢谢大家 今天的微视频就到这里 更多微视频在新唐人网站 感谢大家 感谢观看